各位朋友大家好 趁述事实讲出观点,我是张修杰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新闻评论 今天跟大家讲新闻 要谈一下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布兰斯塔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 他本来是美国爱河华州的州长 在川普2016年总统大选胜选后 就派了他去中国做大使 当时的媒体也是这样报导 说布兰斯塔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好朋友 所以川普要派习主席的好朋友去中国做大使 中美关系就会更加好 当然今天我们要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布兰斯塔德和习近平说不上好朋友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他好朋友呢? 据说习近平在一个地方政府做领导人的时候 曾经带过一个代表团来到美国访问 当然这个访问的目的是经贸 因为当时习近平还未做国家主席 这种访问是不可能是外交层面的 那访问的地点在哪里呢?就是爱河华州 爱河华州是美国的农业大洲 其实当时习近平带着这个访问团 就是去谈一些农产品的贸易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那时候 19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末 习近平已经认识布兰斯塔德两个人 当然是好朋友 其实这种说法是很天真的 我们知道在国与国的政治人物交往当中 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美国的政治人物交往 双方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成为好朋友的 最起码大家语言不通 它不能像我们普通人那样 在一个饭局上 在一个场面认识之后 大家谈得完 大家经常用电话 或者email 或者社交媒体平台联络 我们变成一个好朋友 其实政治人物 特别是中美两个政治人物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私人友谊关系的 所以说布兰斯塔德是习近平的好朋友 这种说法本来就很天真很荒唐 但是是不是好朋友都不紧要 最紧要的是这个 美国驻中国大使到任之后 他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其实川普派他去中国做大使 是有很重要的任务的 这就是令到美中两国的贸易更加均衡 大家都知道 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是川普经常都在说一件事 所以布兰斯塔德去中国最重要的是 要将过去美中之间贸易不平均的东西 不公平的东西将它消除了 所以我们看到布兰斯塔德做大使这几年 他重点调解的都是美中之间的贸易矛盾 后来我们看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甚至美中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布兰斯塔德都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布兰斯塔德现在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布兰斯塔德是一个美国很资深的政治人物 他曾经在外华州做州长做了很多年 他据说是美国历史上做州长时间最长的政治人物 他在中国前几天又出了一个大新闻 就是他准备去人民日报投稿 投稿的文章就被人民报退了回去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他的文章呢? 人民日报说他的文章里面错漏百出 这就令美中之间的外交矛盾载暴升级 为什么呢? 中国驻美国大使如果想在美国媒体 登一篇文章或者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美国驻中国大使 要在中国媒体发表文章 一定要经过中国宣传部门的审核 所以这就是布兰斯塔德这次去人民日报投稿 被打回头的原因 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美国国务院也好 或者美国国务卿蓬佩也好 多次说 这件事就表明了美中之间是不对等关系 美国的外交官在中国很多活动是受到限制 而中国外交官在美国很多活动是不受限制 于是美国政府就修改了很多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包括对孔子学院的看法 包括中国的外交人员 在美国如果要见些什么人或者要到些机构去访问 必须先在美国国务院备案 不然就不能够成行等等 其实都是显示了美中两国关系的矛盾 有了新一轮的斗争 那么这个布兰斯塔德这次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 美国国务院的报道是这样的 布兰斯塔德是卸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那么中国的媒体怎么报道呢? 中国的媒体说布兰斯塔德是辞职 我们知道通常辞职无非三个原因而已 要是老板对你不满意 准备炒你 你知道老板要炒了 不如走得好看些辞职 另一个就是你对老板不满意 觉得这间公司不适合我 所以我辞职 第三个当然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 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工作 我们知道布兰斯塔德肯定就不是第三个原因 所以中国媒体的报道 视乎想告诉大家 布兰斯塔德和川普之间有不同意见 所以他辞职 那事实是否呢? 我们看看布兰斯塔德离开了美国驻中国大使 这个职务之后 回到美国做什么呢? 川普说给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听 他说 哪个哪个的爸爸回到美国之后 一定会参加我的竞选团队 这个哪个哪个爸爸是什么呢? 就是布兰斯塔德 因为布兰斯塔德在2016年的时候 曾经帮助川普选举 另外他现在的儿子 亦都在川普竞选团队里面 而布兰斯塔德回到美国 就一定会帮助川普 2020年的总统大选 这是川普说给美国国会共和党的参议员听 那为什么布兰斯塔德回到来 要帮川普选举呢? 我们说回爱河华州 爱河华州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州 所以他在美中之间的贸易过程当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爱河华州很多农民很多农场 他们的产品可不可以迈去中国 这是川普可不可以在政治上得分的一件事 但同时呢 爱河华州是一个摇摆州 什么叫摇摆州呢? 他的选民大部分是中间选民 他既不会像我们加州那样 你怎样选都好 加州的总统选举票都会被民主党取得 也不会像德州那样 无论怎样选都支持共和党 他是一个看政治人物的竞选纲令 看你的竞选承诺 我才决定是否支持你投不投票给你一个州 所以这个州的选民 你现在说都是中间选民 他们大部分人要根据政治人物的表现 才决定如何投票 这个时候如果布兰斯塔德 回到美国在这个摇摆州 帮助川普选举的话 对川普的选情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反过来说 布兰斯塔德离开了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个位置之后 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呢 为了知两个国家的外交出现矛盾 通常有一个惩罚对方的做法 就是将双方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降规 将它变成一个临时代办的关系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是英国 但是英国长期和中国之间都是一个代办级的关系 大家记不记得文革军时曾经有做法烧了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馆 其实当时说的是烧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 所以布兰斯塔德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大使的职位 而川普不再任命一个新的大使 而事实上川普都没有时间任命一个新的大使 因为马上就要选举了 这种状况等于实质上将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 降到一个临时代办的关系 即是说没有一个在职大使的关系 所以看布兰斯塔德离开中国这件事 我们基本上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川普利用布兰斯塔德的卸任 将美中关系更加冷淡化 变成一个代办级的关系 第二个,爱荷华州是一个摇摆州 是在川普大选当中的关键摇摆州 布兰斯塔德卸任大使回到美国 可以帮川普在竞选上拿到更多的政治资源 可以说这是川普一战双丢的策略 好了,今天我们的新闻又分析到此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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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